新闻大败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所以我反复跟各位讲 一个好的政治人物是不要让战争发生 而且两个是同文同种 我简单来讲 我们只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交流 今天就避免这场战争有什么不好的呢 所以我的看法是 当我们在思考恶物战争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就是不要让战争发生好不好 因为战争一发生以后 他就我刚刚讲 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不知道 但是不管战争变成什么样子 他的战场在台湾是不会错的 那只要在台湾 不管你这场战打得多么久 受害的就是台湾老百姓 这个东西是不可逆转的 是回不来的 台湾整个被打烂掉以后 需要个几十年的时间 对不起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所以我对于所谓的强兵的概念 当然我们是有国防的概念 我们必须有适当的防卫 但是这个东西 请你在你的战略规划上的时候 你必须把两岸的关系 把它摆在最高位 如果今天把这个不讨论 而是思考说 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么打巷战 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战争持续 让希望美国来援助我们 我告诉你 这完全思考错误的方向 可是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的 军方的发言人怎么说 他说他们共军 他们解放军已经在立兵默马了 这个听起来还是有点怕怕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 他对自己的战力意志力 他都要宣示他有能力了 但是战争绝对不是解放军发起了 是政治人物 他的这个领导阶层 就是说习近平 那现在我们看 台湾的战略的地位 不如乌克兰 第一个人口没那么多 第二个人家的地 是我们十七倍大 他可以像我们抗战一样 可以从南到北 从西往东 他慢慢给你打 台湾没地方跑 36000平方公里 75%是中央塞卖 我们没有众生 所以美国一天到晚 他两党政策都一样 你多买武器 这是现赚的 问题是台湾现在买得起武器吗 我们最近这几年 已经到付款的高峰期 你美国不管再来参议员 我现在不可能再买什么东西 前面的东西花那么时间买了 一样样东西还没进来 就算进来了 你能不能打赢这一仗 都有一个疑问 所以美军其实对台湾很了解 他们来参访的 来考察的多得很 他都怀疑国军能不能打 所以他在烧 你们要搞后备部队 要搞城镇作战 我当一辈子军人 我最痛恨用城镇作战 城镇作战 我们那个时代不用 因为我们还有信心在海滩 在岸上打赢这一仗 我们兵力多 现在人家的登陆船舰 4万顿级的登陆艇 一上来上百辆的坦克车 上千名的战士 空军几千架 所以这个时候台湾的问题 你要打城镇钻 是绞肉级 绞谁的肉 是老百姓血肉横飞在里面 我们侧都没有地方侧 往哪里疏散 往哪里打持久作战 所以美国我就一直认为 他实在是很 这个心眼太狡猾 然后乌克兰消耗俄罗斯 美国不可能跟中国大陆宣战的 他拿你台湾这个棋子 去消耗中国大陆 因为现在这个 全球的经济的竞争里面 眼看着中国要超过美国的 这五六年之内可能就超过了 他怎么办 就是让你slow down 让你慢下来 慢下来最简单的 就是牺牲台湾一个棋子 你看我们讲性价比 美国在阿富汗花了二十兆 对不对 十年还是守不下来 可是他对乌克兰值花了八亿 十二亿 加钱不到三十亿 就把俄罗斯消耗了多少亿 是 消耗上兆的不止 同样 台湾不管是银是输 是长是短 消耗你中国大陆 是 好我们休息一下 绑完之后马上回来 我们常常听到战事人物说 我们要备战 要避战 要备战 要避战 我们可以看到 吕秀莲也讲了 说面对中美的较量 我们台海的新形势 要全面的备战 避战 可是真的要做到 好像蛮难的 兵哥 不是 讲是很容易讲 但是台湾现在走到这一步 我说真的 我认为我们很难避得掉 为什么 因为蔡英文政府 是完全向美国一面倒 那你等于说 现在美国做什么事情 台湾一定紧跟在后面 包括这次对俄罗斯的制裁 都是这样 台湾等于已经把我们国家的 所有的利益 全部完全放弃了 一切以美国的利益 为马首是瞻 那这样的情况 就会把台湾处在一个 非常威胁的境地中 因为你会第一个 你会让美国人认为说 我随时牺牲到你 都是OK的 因为你自己愿意这样做 我随时都可以把你拿出来 挡在前面 因为就像刚刚帅将军讲的 其实对美国来说 如果能够牺牲掉一个台湾 把中国大陆拖累20年 他何乐而不为 CP值很高 非常高 因为损失又不是他 对不对 他高兴得很 他为什么不这样做 重点在于我们台湾 自己的政治人物理论上来讲 你应该要学今天的印度 或是杜特地 你要尽量的在两边之内 求取一个等去 然后不要让台湾卷进这些大国之间的风暴里头 可是我们现在的做法刚好完全相反 我们是闷头就跳进去了 然后还生怕那个危机不会烧到我们那种感觉 所以当你做出这样一个抉择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危险 而且我必须讲 蔡英文总统的身边 我发觉缺乏像帅将军这样的军事专家 因为常常会给他一些 在我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 比如说一直在那边强调说 浅艰2024 2025就要成军 我觉得你到底是真的搞清楚 没有那些人在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确定真的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吗 我们其他那些武器的利用 真的这么容易就上手了吗 蔡英文总统 你有没有被多少人蒙蔽 我知道你不懂 你不懂没有关系 可是你到底有没有真正请教懂的人 还是这些人集体都在蒙蔽你 我真的觉得 当我们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如果每天接受都是错误的讯息的时候 到最后就会把整个国家 带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 讲到浅艰国造这件事情 这个独家报导大家看一下 浅艰国造金马桶 一个马桶8万台币 结果厂商居然报价 是8万美元一个 怎么会这样子呢 如果没有被发现 我们就被变成一个攀子 我们被变盘子 被这样子蒙蔽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我们的浅艰国造到底有什么问题 请教将军 基本上我们不具有造任何浅艰的制造能力跟科技 因为潜水在深海里面 它需要的科技不见得比太空少 甚至有多 因为它遭受的压力太大 所以这个潜艰 你像我们为什么 我从1996以后 我就在国防部里面主张外面买潜艰 那个时候几乎达成的时候 东东被抵制掉了 甚至于小布区也曾经答应过给我们买潜艰 那个时候我们所锁定目标是德国的203 2009 是最好的柴油引进的有fuel cell的这个水下可以呼吸的这个潜艰 对台湾来够用 但是搞成自制的时候能力就不足了 因为你的声纳系统 鱼类系统 这个潜望系统 引进系统 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上 然后你从各国买进来以后 整合很难 不是你说拼凑一样东西 拼凑完了还能不能用有问题 所以潜艰的案很困难 很困难 只是让这些军火商找到